伟长 炎金保启 果然是神兵力气 千棣姑娘 发生什么事情了 刚才突然 炎金保启冲了出来 吓了我一跳 对不起 现在已经没事了 想不到迎奸宝极不但是神兵力气 而且还通灵性会保护他的主人 秦秦姑娘 你的伤势如何 我 现在我无法拿到迎奸宝极 不如从现在开始 我就跟在杨简身边寸步不离 让杨简听我而指挥 这样跟我得到迎奸宝极 是相同的意思 我 我浑身都好疼啊 要不要紧啊 要不这样吧 我 我去叫师叔来 秦秦 你没事吧 我 我伤口好疼啊 秦秦姑娘 秦秦姑娘 你们是谁 光天化日之下在这里楼楼包包的 成何体统 你 你是什么人 这么没礼貌 竟然随随便便冲入别人的营帐 这是我的营帐 我爱去哪里就去哪里 谁也管不着 你们是谁 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怕别人知道 对不对 你胡说八道 你再说一句 我是说啊 你们两个男的不正经 女的不要脸 肯定不是什么好人 你 秦秦 这位姑娘 我想方才你对我和秦秦 有所误会了 误会 这是我亲眼所见 还在这里狡辩 我最讨厌你们这种男子汉 敢做不敢当的了 这位姑娘 请你说话放尊重一点 我已经解释过了 我们没什么 你何必说话 咄咄逼人呢 我咄咄逼人 我 我还有更难听的没说之口呢 你 杨简 师叔 你又是谁啊 这位姑娘是 师叔 这位姑娘突然闯了进来 我们也不知道她到底是谁 你们三个到底是谁 再不说的话 我可要叫我爹地摩家四将 把你们通的给抓起来 哦 原来你就是摩家四将的女儿 双二小姑娘吧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哦 双二姑娘 你可别误会啊 我是当朝的国师 我这次和清清来呢 是专程和你爹摩家四将 一起攻打西齐的 是吗 啊 我爹怎么没跟我说起呢 哦 哦 杨简 清清啊 这位就是摩家四将的女儿 双二小姐 双二姑娘 刚才都有冒犯之处 还请见谅 冒犯都冒犯了 见谅还有什么用啊 这 这个梁简看起来 文质彬彬的 一脸单笑 和我的激发 真是差不了多少 这个双二好像对杨简有意思 我不得不提防一天 啊 嗯 杨简啊 刚刚你前去应战的录像 发生什么事情了 清清怎么会受伤呢 师叔 刚才在战场上 清清趁着我和西齐交战 居然暗中释放毒火 反而被西齐人所伤了 清清这种做法 我杨简实在是不敢认同 那是因为 杨简 这有什么不对 两军交战胜者为王 况且我觉得 手段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能够打赢这场仗 所谓兵不厌诈嘛 真是不正经 我才懒得理你们 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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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杨简啊 下次在两军交战的时候 我一定要单独点鸡发出展 单挑鸡发 为什么 你们说什么 鸡发 雄儿姑娘 实不相瞒 我能有今天这个样子 都是拜鸡发手中的 黄月所赐 我不杀他 难惜我心头之恨 不行 你们不能杀他 为什么 我不管 反正 你们就是不许杀他 哎哟 哎哟 绍儿姑娘 你是在开玩笑吧 我没有开玩笑 我在很认真地跟你们说 哎 绍儿姑娘 你光用嘴巴说说 有什么用啊 我们真的要杀鸡发 你能拦得了吗 好 我现在就拦给你们看看 哎 哎 哎 师叔 这是 我这 不 我送双儿姑娘回她爹 摩家寺将那儿 爸 你心里怎么想的 我清楚得很呢 所以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风波和纷战 这事还是交给我吧 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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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双儿 你你你怎么能对国师他们那么无理呢 快向国师他们道歉 快一点啊 我不要 嗯 你这个死丫头越来越不听话 嗯 二爹爹 我又没有做错什么 为什么要跟他们道歉啊 哎 四丫头 你 好了好了 哎 哎 哎 你们 别再骂双儿了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我们不会在意的 哎 哎 嗯 国师大人 嗯 双儿顽皮 有失礼之处 还请多多包涵 啊 不要紧 不过双儿这姑娘 个性倒挺合我意的 好 好 好 谢谢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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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公宝 你说什么 哦 没什么 我的意思是说双儿姑娘的个性特别的好 就像她爹摩家四将 有大将风范 小将教女无方 还请国师多多见谅 哎呀 爹 人家国师都已经说没关系了 你还道什么歉呢 双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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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你你给我闭嘴 不准再说话了 爹 你老是骂我干什么 是他们两个人 在我们的营帐里不检点 不骂他 骂我 哎呀 气死我了 这位姑娘 刚才这件事情 我已经解释过了 我们之间 根本就是一场误会 杨姐 你看 她总是这样 事事针对我 这 你看 你看你们在这里 都是这个样子 还说我冤枉你们 双儿姑娘 你为什么说话 这么咄咄逼人呢 我杨姐 从没有做出过 出格之事 你再怎么说 我杨姐的人格是小 可是青青姑娘的清白 可就说不清楚了 我说话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杨姐 看来 你是怕你的名声不好 可我看这个青青啊 她是故意 想把你的名声给搞臭了 哎 我青青 我青青 可响得很呢 好 如果杨姐真的和我在一起 也会响喷喷的 双儿姑娘 不信 你闻闻 你 恶心 无耻 双儿姑娘 你说话何必这么狠呢 要留点口德 双儿 你说话越来越过分了 来 见谅 见谅 好了 好了 杨姐 少说两句 好 公报 你看他们两个 像不像是一对小夫妻 在吵架呀 真有趣 各位 我这失职个性比较爽直 有得罪的地方 四位大将多多包涵 哪里哪里 杨公子他是人中之龙 我们实在是敬佩 是啊 是 敬佩 是 各位 我这失职不但是人中之龙 而且武艺超群 他的前途绝对不可限量 报 启禀将军 外面有一个西西将军 叫急发的 指名要杨姐将军出去应战 你这个臭小子 诺 太好了 我们没去找他 他自己倒找上门来了 公报 我们现在就去把 激发给收拾了 不要着急 既然激发 他想要和杨简单挑 不就让杨简去会会他 我倒要看看 这银间宝己 还有黄月 到底谁输谁赢 四位将军 我让杨简出去应付一下 你们有什么意见吗 一切遵照国事的意思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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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